多手段火力压制 多阵地机动转移 多弹种 协同攻击 近日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千里机动至豫南山区 展开炮兵分队实弹射击演练 检验部队综合作战能力 各型火炮编组成多个打击分队 向作战地域开进 官兵迅速完成气象观测 雷达架设 阵地构筑 雷达捕获敌目标 各炮迅速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 第一波火力打击后 前沿阵地暴露 官兵们必须转移 重新构建火力打击体系 以往相对固态的阵型配置 很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板 我们选择多个预备阵地 利用装备的自身优势 交替掩护 快打快撤 对目标实施不间断的火力打击 多轮打击过后 指挥员调整部署 命令反坦克导弹分队占领有力地形 对敌装甲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我们构设了敌指挥所 炮战地 雷达战等40多处重要目标 引入模拟蓝军 全程组织红蓝对抗 指挥员必须根据不同目标的性质特点 协调控制各火力单元 实施有效打击 演练中 部队检验了多目标同时打击 多弹种协同攻击等新战法 进一步提升炮兵群指挥控制 查打一体和整体防护等作战能力 我们按照石兵实弹全系统运用的要求 突出多手段火力压制 多阵地 机动打击 多地段 火力蓝 在这次实战的环境中 球阵部队针 控 打 平 保的能力 继续帮助 继续帮助 控制笔和强度